大家好,我是Yumi 那身为指考的过来人 我知道学测成绩公布的这段时间 是许多人彷徨的时候 然后还有对指考不明确 还有害怕常会让一个人处于慌张的状态 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说 我当初指考时 使用过很推荐的书籍 以及我的时间安排法 那我的顺序会是先一次讲完所有的书籍 和我怎么使用后 再把四个月的准备时程参加来讲我的时程规划 我先讲一下我的成绩 那因为我是一类组 我的学测数学是11级分 然后英文15 国文13 社会也是13 然后到了指考的时候 数语变成100 国文是80 然后英文是91分 三个社会科我是裸考的状态 都是70上下 那最后我是上我的第一资源 也就是台大财经系 可以看到说我进步最多的科目是数学 所以我会先从数学英文国文这样子讲下去 那我数学最推荐的两本书籍分别是第一个 指考关键60天 第二本则是指考周复习 这两本的难易度和指考非常的相似 那我把指考关键60天当作是数语的总复习来使用 它是按照第几册第译章与课本的顺序是非常相仿的 然后它在每一单元前面会有小复习还有重要公司的提醒 那周复习则是单纯的题库练习本 我数学的准备步骤还有使用这些书籍的方式是 首先快速看过数学课本中的立体还有背里面的公式 那接着就是看关键60天并且写对应的单元题目 那关键60天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同题型的基本观念 题目是非常活的 但是不会说跳出指考术语的范围让你觉得很头痛 那如果当题目发现写起来卡卡的时候 我会再去翻前面的公式 实在不行就看一次答案 但是切记不要把答案直接抄上去 我会等把所有会的题目写完之后 再回头去写当初因为看了答案才知道的题目 逼得自己在拿怀中想一次 并且测验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记下来说 这个题型是怎么运用的 周复习的使用时机则是在我把所有课本 还有关键60天读完再加写完之后 我才拿出来刷题目以及练习手感 算是检视自己前面读书成果的工具书 总结我觉得我的数学从学测11级分 然后进步到数理的100分 基本上就是靠以上我讲过的这两本书 以及我有写10年的历解 还有北中南模尼考大概60份左右的题目量这样子 我觉得数学很重要一点是要刷题 就是累积自己的题目量 这样子在看到题目的时候才会脑中有浮现它对应的公式 而且可以比较快速的去解决它 那以上是我的数学读书方法 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我们到英文的部分 英文我使用的三本书分别是 英文字会4500到700的单字 也就是绿色的这本高级 然后它还有一本红色的终极 就是大家可以试自己的程度还有需求去选择 然后我还有使用这本蓝色的克漏字 以及红色的这本阅读测验 英文指考的单字难度会大幅的提升许多 瞬间出现许多平常没有看过单字 而且蛮难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一本适合自己的单字书 帮助自己每天累积词汇量 我会推荐这本英文字会是因为 第一它的字会难硬度刚好是指考的标准 所以你如果整本背完并且去写历诫的话 你会发现说许多当初明明看不懂的字 现在里面都有而且你好像都看过 那竟然是说它每一个单字都会给历句 又或者是片语教你说这个单字怎么使用 又或是使用在什么结构的上下文上面 以及什么的背景情境比较常见等等 会协助你的记忆和运用 然后同时这些例句也可以应用在作文上面 第三则是它的排序不是死板的 就是按照ABCDEF 不会说你看到一堆很像的单字 然后最后都花掉忘记谁是谁 对那这本总共是40回 我会建议一天看一回新的 同时复习一回旧的 这样才不会导致说忘记的很快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单字量 一天听起来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英文指考就是一开始最关键 要先累积大量的单字 这样子你才能减少你在后续的课漏字 具体重组又或是阅读测验上面的阻力 而这样一天一回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40回 你也要1.5个月才能够全部读完一遍 接下来说说 课漏字还有阅读测验这两本 课漏字里面是80回 然后阅读测验是24回 这两本我会穿插着使用 也就是说今天可能写课漏字两回 那明天就是写阅读测验一回 目的就是要每天接触去培养自己的语感 还有速度 因为指考的英文考试时间缩短成80分钟 整整少了学测20分钟 而且题目又变得比较难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每一天都碰 总结英文的建议是 每天一定要背单字还有阅读文章 词字以恒是重点 这样下来大概一天会花 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英文上面 我觉得三个小时是差不多的 因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采集英文这个学科 尤其如果你是社会主的话 英文常是被加权的那个科目 接下来是国文 国文我比较推的书是抢救国文大作战 里面基本上就是背诵的自应自行国学常识 还有每一篇课文的重点 以及重要思想家的背景等等 然后他最后会有一部分是在讲修辞 什么顶真回文 我倒是觉得修辞那个部分看看就好 没有那么的重要 总之这是一本乍看会很烦很烦 但是他会帮你把指考爱考重点都规划出来的书籍 小小分享就是每次我看这本抢救国文大作战的时候 都有点想睡觉 所以我会选择看一面的自应自行 就去跳看一面的九流十家的思想介绍 再跳去看古典诗词曲等等 就是不断的变换内容 才不会觉得比较枯燥乏味 但又同时可以持续吸收这本书的内容 那以上是我针对数以国文英文的教科书推荐 至于社会的三科历史地理公民 因为我是罗考 我所有记忆都是凭借着学册时读的书 如果你时间很少 想要把重点放在社会科的第五册以及第六册的话 那么前面一到四册的社会科复习 我会推荐这个学霸笔记 尤其是历史的这一本 它里面有很多真理的表格 像是用时间走归类日志到战后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等 很适合想要做统整的人和快速记忆的人使用 以上就是我的推荐用书分享 大家可以自己去书局翻翻看逛逛看说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希望这些书会对大家有用 接下来我会讲我的时间规划